華為在8月底推出了 MAT60 Pro的智慧手機之後 搭載的是中芯國際 以7奈米製程所生產的晶片 結果此舉就引發了拜登政府 和各界的高度關注 畢竟現在美國就是要擋 大陸發展高階晶片 結果就發現 哎呦 動尾條 擋不住 居然還讓華為突破技術 搞了一台新手機出來 現在到底是怎麼突圍的呢 大家也都非常的關注 所以華盛頓智庫就有了一份 最新的研究報告 它這裡頭指出 華為和中芯可能是靠著一些 奧波招數來突圍 包括了有哪一些的招數呢 包括像是使用盜版的 美國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軟體 以及設立空殼公司 來欺騙美國的出口商 還有進行採購的時候 宣稱是要來擴增 28奈米的生產線 結果實則是推進7奈米 來騙取繼續取得 美國零件 可能就是透過以上 這三種方式來突破 美國的封鎖 而且最近也都還有消息傳出 有多家的台灣公司 在幫助華為來建造晶片廠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 彭博社的報導 彭博社就點名說 台灣有四個企業 包含哪四個企業呢 重越科技 漢唐集成 雅強工程 細科 宏盛科技等台灣的企業 協助華為建造位在深圳的晶片廠 而這個部分呢 來看到財訊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怎麼說 他說彭博社的報導 很可能是美國受益的 為什麼呢 他說美國是要特意警告 台灣正成為 對中國大陸晶片封鎖的突破口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的政府也都持續關注 經濟部長王美花就說 將會對這四家公司 跟華為之間的具體關係 來展開詳細的調查 如果廠商真的違反規定的話 每一家是罰款 兩千五百萬元 所以我們的政府 也是在高度關注 這四家企業跟華為之間的關係 而當然呢 現在其實不只華為 被美國給壓制 和華為合作的中芯國際 同樣呢 也是被美國政府部門出手管制 包含了這三大部門 就是您所看到的 國防部 商務部 還有財政部 都對中芯寄出了禁令 像是呢 美國國防部 就把中芯列入是 大陸涉軍器的名單 另外也被美國商務部 列入實體清單 還有被美國財政部 列入美國投資者 不交易的股票名單 好 雖然是被美國 這樣子重重的打壓 但是華為依然是有非常多的突破 有非常多的技術 因為就在華為推出了 MAT60手機之後 獲得了非常大的關注 所以也讓這款手機熱銷 這個手機熱銷之後呢 也帶動了 Ito問街M5車款的熱銷 所以這個新車熱銷不到一個月 訂單就突破了五萬輛 就是非常亮眼的成績 而且不只手機方面 有技術上面的突破 還有一項黑科技曝光了 是直接打趴特斯拉了嗎 我們來看到 這個就是華為推出了全一冷的 超級充電樁 它的最大輸出功率 來到了六百千瓦 等於說呢 它的電動車充一秒鐘 就可以跑一公里 這麼厲害 一秒鐘就可以跑一公里 重點是這個充電樁 它是匹配所有的車型 對比下面的特斯拉 來看到特斯拉的超級充電站的 兩百五十千瓦 完完整整的快了兩倍多 所以我們才說呢 難道是這一項黑科技 直接打趴特斯拉了嗎 來看到前立委郭靖亮怎麼說 他說呢 華為現在是想要搭箱品牌 還有基建 這兩手策略同時前進 二零二四年 還會再拿到巴西的案子 就是華為一飛沖天的年 而華為需要大量的收入 才能夠去鋪排 更多技術突破 最近也傳出 他跟富士康在搶員工 表示正在鋪排生產線 所以明年二零二四年 相信華為也是會大有突破的 不過針對美國媒體彭博社的調查報導說 台灣有四家科技公司協助跟華為 有在深圳建設晶片廠的基礎設施 郭靖亮也直言彭博社的記者呢 是惡意在寫這篇報導 為什麼呢 我們來聽郭靖亮的分析 所以我跟你講美國的媒體啊 就只有彭博這個記者惡意寫這個新聞 美國沒有一個媒體跟進啊 結果我們台灣的報紙都登頭版頭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真是悲哀啊 人家是一個記者要惡意搞你台灣啊 結果你把他當聖子啊 美國官員都還沒有講話 那你就已經完全跟進了 那還要去 這個還有一堆人還要做評論 那些人事上都在反映他的意識形態啦 謝金河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演講過啊 還一度傳出要當不分區立委啊 還可能入內閣啊 入賴清德的內閣啊 那這些人就是完全反中的嘛 事實上我跟你講啊 美國他在做半導體制裁 就是大陸做不出來的技術 然後你賣給他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7奈米不能賣 這四家在中國大陸做的業務啊 大陸都有相關的廠都可以自己做啊 他只是公開招標 然後人家標到案子啊 你以為無城市大陸都不能做嗎 廢水處理大陸公司都不能做嗎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市場競爭而已 然後台灣的公司得標 這個跟半導體制裁 大家有沒有違反規定 這完全是兩回事嘛 所以我覺得啊 我坦白講啊 網美的話也是有點為難 因為一定是美國叫 美國一定是直接通知 這個就是國安會看到這個新聞嘛 所以他們要注意啊 那事實上今天那個蔡明燕啊 國安局局長也出來講話 他說經查四家公司並未違反 美國的相關規定啊 那網美的話第一時間也是這樣講啊 那後來又加了一點 大概我覺得就是要做交代啦 就是說有沒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就是說你是不是寫 你實際做的跟你的投資目的不合啊 那這個當然合啊 因為他們做了 他們登記去大陸要做的項目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就是廢水處理啊 設備廠方啊 還有這個我們說吳城市啊等等嘛 所以我是覺得啊 台灣的媒體真的要有一點 自己的獨立自主性 我跟你講韓國媒體 就絕對不是這樣 美國寫什麼我們就跟什麼 而且美國只有一家媒體叫彭博 連華爾街日報都沒寫 那你全台灣的媒體都跟 還放頭版 對啊 對啊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啊 歐盟對大陸補貼電動車商的行為 展開調查 德國汽車品牌寶馬也成為了對象之一 歐盟要求BMW必須要提供在大陸生產 以及出口的相關資訊 而且限制要在一個星期內繳交 寶馬的財務長警告 大陸採取的報復措施將會超乎想像 詳細的狀況 我們連線給國際中心的記者韓君磊 是的主播 歐盟宣布開始針對大陸出口到歐洲的電動車 進行反補貼調查 歐洲知名汽車品牌寶馬受到不小的影響 因為該品牌的兩款車型 BMW iX3和BMW MINI都是從大陸工廠出口 寶馬集團財務長莫特爾6號表示 歐盟已經要求寶馬提供有關資訊 他警告歐盟大陸可能會採取報復性措施 還形容這種反擊會像迴力鏢一樣造成的後果將超乎想像 這項調查也呼應了歐盟在西班牙格拉納達高峰會發表的格拉納達宣言 該宣言除了強調對烏克蘭的資源持續不變 還提到多個未來優先領域 包括強化戰備 投資發展防衛科技和產業能量 在全球氣候風險和地緣政治緊張的局勢下 建立具韌性的長期競爭力 並降低關鍵領域的對外依賴成為歐盟的主要目標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Boot Feel Good 唔 Boot Feel Good